股票的本质就是反人性 许多出入股市的新手朋友都会有以下疑惑 为什么每次我买进股票它就开始下跌 而我一卖出它就涨了呢 为什么看好三只股票不买的都涨 我买的那个就跌或者涨得很弱呢 真正的答案是目前的股票市场被主力和庄家操纵的 但是想要证明这一点很难 主力就是像上帝它好像能洞察你的一切 你感觉你被监视了 你却没有证据去证明这件事情 但是请你务必相信 所有股票的价格的涨跌都被主力操纵的 只有您定的相信这一点 你才能迈出摆脱韭菜的第一步 你认真想一下这个问题 一只股票从你注意它的那一刻起 它的后续走势要么是涨要么是跌 即使通过丢硬币的方式来预测它的涨跌 也应该有大概50%的准确率 然而在实际情况中 你似乎准确的选择到那个会让自己亏欠的选项 亏欠的概率远远高于赚钱的概率 就是因为市场上总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与散户对抗 这就是庄家 庄家可以是一个团体 也可以是多种力量的组合 这种情况多见于大白马骨 它们之间互相搏异 是内资杀外资 和杀内资 险资杀有资 但是在绝大部分时间 它们会形成一个默契 收割散户 散户通常是市场上被搏异的对象 因为散户虽然数量众多 资金体量也很大 但是它们各自独立 就好像一群羊没有四下的羊 被欲望和恐惧支配的羊群 因为这种特性 散户群体会变得非常容易控制 实际上 你的想法会与其他大多数散户的步调相同 因为在金融和人性逻辑这一领域 绝大多数人的认知是相同的 而且社会也没有地方让你学到这些 甚至会阻止你去学习这些 这种认知上的趋通性的主力 收割散户的秘密 有了上述认识 如果想在股市赚钱 就需要跟着庄家走 而不是跟着本能走 但是我又不认识庄家 应该怎么跟呢 答案很简单 跟着庄家的对手盘反向操作 也就是跟着散户反向操作 如果你能长期的做到 跟自己的反向操作 当然你不能执行 你只是提出买卖信号 有另一个人去反向执行 长期下来你的成功率 会比现在高一倍 正所谓韭菜反摆别墅看海 如果我说的对你有帮助 那请你回馈我 你最真诚的善意 是第一个人 你最真诚的货币 是 第一个人